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1月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 首先咱们还是先看赫尔松战场 虽然有传言说俄军要撤离赫尔松城 但是呢,网上也有大量的视频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克里米亚首都新非罗伯尔的公路上 大量的俄军专甲纵队向赫尔松州移动 这个新非罗伯尔的公路是直通新卡夫霍卡的 离新卡夫霍卡不到200公里 所以半天时间就赶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各种装备,坦克、装甲车 所以看不出俄军要放弃赫尔松城的这么一个举动 由于乌军一直宣传说俄军并没有撤出赫尔松城 俄军现在释放撤出赫尔松城 都是为了引诱乌军进攻 然后让乌军进入俄军的包围圈 或者埋伏圈 所以现在赫尔松战场信息也比较乱 但是感觉大战是一触即发 所以大家稍安无躁,吃瓜群众继续等待 大家再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一辆俄军的坦克 这个坦克的前面镶了两个大的盖子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盖子干啥的 这个盖子就是下水井的井盖 俄军又缺乏这些零部件 缺乏这些坦克的装甲 所以他们把这个在赫尔松的很多井盖 偷了之后,直接就焊到这个坦克上面去 当作这个坦克最外一层的这个砖甲 他这个也是叫符合砖甲 你别看啊,这个俄军还挺有创意的 这坦克上焊两个大井盖子 感觉像是青蛙呀 坦克上焊上两个大井盖子 像是两只大眼睛 看着还挺像青蛙的 像个癞蛤蟆 可见俄军这个物资亏发到什么程度了 也说明俄军的这个后勤补给是跟不上 美国驻欧洲地面部队前指挥官 本霍奇斯中将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可以在今年年底前 释放2月23号之后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领土 到2023年夏天 克里米亚将获得解放 他还确信 赫尔松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将持续数周 直到乌克兰人摧毁蒂涅伯和右岸所有的俄罗斯人 这个美国的一位中将 他的预估显得还比较乐观 说乌军要摧毁蒂涅伯和右岸的所有的俄军 那这个俄军要将近4万人 这个乌克兰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 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乌军能把这赫尔松城的这4万俄军给他困住 把他的运输不极限 全部给他摧毁 这4万人偷降也有可能 目前这是赫尔松战场的一个情况 那乌冬战场上乌克兰发明称 乌军在斯瓦托夫去通过大规模炮击 几乎消灭了一个俄军动员兵营 有500多名俄军动员兵被炸死 有21名俄军投降 他们都来自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地区 是干善战场的动员兵 而且是集体公开投降 这批投降俄军的头顶和双手 都绑着黄色和蓝色的胶带 战俘们说的都是一口莫斯科口音 纷纷发言说自己是被强征入伍的 没经过几天训练就上战场了 待遇和保战极差 官方承诺的工资和福利也没有兑现 乌军还公布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就是乌军第92独立机械化旅 在卢干斯克斯瓦托夫去作战 俘获这21名俄军的视频 这件事情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已经介绍过了 是俄罗斯那些幸存的或者活下来的士兵 他们发在社交媒体上的说的就是 是155旅几乎全军覆没 那么俄军士兵说的和乌克兰军方公布的 基本上比较吻合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今天专门出来澄清 说这个俄军士兵是造谣 俄军的155旅现在完好无损 什么战斗减员不到1% 受伤的不超过7% 总体上俄罗斯的这个消息不可信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 他都不是孤立的 他都可以互相验证 所以这样显得俄罗斯方面放出来的消息 可信度就低多了 因为俄罗斯他国防部发言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为什么说可以得到验证呢 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发了一个消息 说俄军的高伤亡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 战争研究所在其更新中表示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的广泛愤怒 已经从俄军事博客社区蔓延到公共领域 引起俄军士兵家属的强烈抗议 战争研究所记录了俄罗斯多个妻子和母亲 向当地官员和著名军事博主求援的例证 战争研究所还说 如未能解决这些问题会加剧俄罗斯的动荡 这是美国的战争研究所 他采访了很多俄罗斯的妻子和母亲 并且向很多社交媒体上的军事博主求证 得到了验证 下面还有 楚瓦斯共和国总统奥列格尼古拉耶夫宣布 作为安抚 楚瓦斯共和国向该共和国动员兵们支付5万卢布的一次性补助 但不是普京总统宣称的19.5万卢布 这些补助主要是为了补偿动员兵们自己购买各类装备和弹药的费用 以及给家人的生活费用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这个楚瓦斯共和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的一个地区吧 地区的这个长官呢 他就说这叫总统 尼古拉耶夫宣布啊 给本地区啊 所谓的被动员的士兵 每个人发5万卢布的补助 这个补助用来干什么呢 是给这些士兵买装备和弹药的费用 以及给家人的生活费用 这个5万卢布没多少钱呢 这个就印证了啊 这个俄军士兵 尤其这些动员兵啊 是要自己准备一部分军事装备的 不是传言的 这个俄军的待遇啊 还比不上一千多年前的花木兰呢 这花木兰不是替父从军 东市买什么西市买什么 好像是自己准备那些装备嘛 那你看俄军士兵也是自己准备那些装备 估计啊 这个俄军号召啊 这些士兵向花木兰学习 此前来自 楚瓦什共和国的动员兵们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培训中心发生骚乱 抗议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当初真兵官员们承诺的30万卢布一次性补贴 动员兵们在与相关人员谈判时表示啊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为了你们的安危与安宁 而我们的国家拒绝向我们支付普京 向我们承诺了30万卢布的钱 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为俄罗斯而战 我们的家人需要收入 你看这些动员兵啊 善战场本质上就是为了钱 他要赚这个钱 你说这个俄罗斯没钱支付或者是苛扣 这些动员兵当然不能答应呢 所以他就要闹事 一名道场的女军官告诉他们 根本没有30万卢布的一次性补贴 因为那只是国家杜马议员的一项提案 而且已经被否决 不过普京总统很快会签署法令 每个动员兵都会有19.5万卢布的一次性补贴 你说这个俄罗斯干的是叫什么事 这不就欺骗那些动员兵吗 说的好好的是30万卢布一个月 很多人就为这个高薪心动了 准备去战场当耗财 去赌一把 万一活着呢 30万卢布相当于普通的俄罗斯人 应该四五个月的工资 绝对是高薪的 结果这些征召的军官 说这个30万卢布是假的 只是一个构思 但是不要失望 普京总统签署法令 19.5万卢布是可以发的 但是要等 这次事件影响很大 甚至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的动员兵中 引发连锁反应 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工作组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长 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 和检察官办公室等 纷纷到场 试图平息这次骚乱 尽管国民精卫军也出动了 但根源还是一次性补贴 是否发放到位的问题 这个说的比较含蓄啊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军方出动了国民精卫军 进行镇压骚乱 结果按照普京总统在本月初签署的法令 原本应该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支付的一次性补贴 现在也需要由地方政府支付了 不过当楚瓦什共和国财政部查看账户时 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动员兵们要求的4亿卢布 仅有1.3亿卢布 甚至不够支付每个动员兵5万卢布 还要从其他地方挪用资金 这什么意思啊 普京总统签署的19.5万卢布每个人啊 这个还不是中央财政给这个每位动员兵支付 而是由地方政府给这个动员兵支付 不是很多人说俄罗斯有钱吗 不是说俄罗斯越打越富有吗 怎么俄罗斯中央财政都没钱了呢 每个士兵每个月19.5万元卢布啊 这是普京签署的 居然没钱给 让地方政府来筹集这个钱 结果这个楚瓦什共和国啊 他自己账户上一共只有1.3亿卢布 连给每个人发5万卢布 这个钱都不够 这个普京啊 把这些俄罗斯人忽悠到乌克兰战场上 又没有钱给人家 有30万卢布降到19.5万卢布 结果还没有钱 最后啊 只好先发5万卢布 剩下的欠着 当然了 这个俄军啊 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 来安抚这些愤怒的士兵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搞一些文工团的团员呢 到战场到前线 到那些培训中心 进行演出 来安抚一下那些动员兵的躁动的心呢 难道这样能够平复 这些动员兵的愤怒吗 这些被征召的士兵啊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 站在这个冰冷的 泥林的土地里面 心情能好得了吗 还不如啊 把人家欠心给发了 外加两瓶福德加 比那些什么文工团啊 来慰问要实在的多啊 下面啊 咱们聊一聊 这个和谈谈判 最近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 这种各种传言比较多 根据塔斯社11月7日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日表示 欧洲国家的民众 希望生活在和平中 但欧洲当局 目前却无法扑灭自己家里的火 卢卡申科说啊 欧洲人并不希望欧乌发生冲突 欧洲需要停止对抗 这种对抗 已经导致了乌克兰领土上出现冲突 卢卡申科还指责 部分欧洲领导人 无法对美国说不 在乌克兰局势上煽风点火 这个卢卡申科 时而清醒 时而是满口胡言 欧洲人不希望欧乌发生冲突 但现在是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打仗 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你指责欧洲有什么用啊 你倒是指责普京啊 把部队撤回去啊 这个卢卡申科还说啊 他对泽伦斯基视如己出啊 什么意思 他就把泽伦斯基看作自己的孩子 但乌克兰却以德报怨 率先制裁白俄罗斯 他前调啊白乌是同族亲戚乌军不来犯 他无意出兵乌克兰 他认为乌克兰并不独立 美国经过波兰对乌发号施力 这个卢卡申科你看 他说泽伦斯基啊像他这个大侄子啊自己是一家人 然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那是同族亲戚啊 只要乌军不打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不会出兵乌克兰的 这个卢卡申科非常狡猾老狐狸啊 这个就趁普京一打盹 然后他马上就说软话 普京一支愣起来 还一盯向这个洛卡申科 逼白俄罗斯啊要表态 白俄罗斯立马就要做出要出兵乌克兰的这个姿势啊 但是他就是不出兵能拖就拖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然后普京这边稍微一松懈 立马卢卡申科就向欧洲啊 向泽伦斯基示好 说我没有入侵乌克兰的意思 这个卢卡申科啊 也是风箱里的老鼠啊 两头受气 或者叫手鼠两端 当然了 你要说卢卡申科盼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 这个可能也是实情 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啊 对白俄罗斯是不利的 白俄罗斯现在吃瓜老啊 跟着后面 他也没办法摆脱俄罗斯 但是他又不敢真的下场去跟乌克兰打 所以他是左右为难 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停战 那白俄罗斯肯定是双手赞成啊 另外一个 俄罗斯真要把乌克兰灭了 那下一个灭谁呢 这个卢卡申科 他心里能不秃秃吗 普京的梦想就是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给控制住 然后就恢复到前苏联了 深夜的几个中亚国家他好对付啊 据俄新社11月7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确信 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重返谭盆桌的时刻 即将到来 他7日在埃及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记者会上说 我们希望恢复和平 应由乌克兰决定他想回到谭盆桌的条件和时间 在特定时刻需要这么做 现在谈论一些激进的条件还为时尚早 但我个人相信到某个节点将有必要恢复谈判 咱们看看德国什么态度啊 德国政府发言人11月7日表示 应由乌克兰决定何时与俄罗斯举行和谈 据路透社11月7日报道 德国政府方面当日还称 俄罗斯一直不愿意参加和谈 那么欧洲两个最主要的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都是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和谈 但是和谈时间和谈的条件由乌克兰决定 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话 还留了一个活口 就是和谈条件由乌克兰来设定 但是他同时又说了 一些激进的条件还为时尚早 那意思就是让泽伦斯基把条件设得稍微低一点 不要那么激进 那乌克兰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泽伦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一 在推特上发文说 乌克兰从未拒绝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谈判 他指出乌方长期以来的立场是 只有在俄罗斯从乌克兰全进撤军后 他们才会进行谈判 波多利亚克说 他认为普京并不打算公平的进行和谈 暗示在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期间 和谈可能不会发生 但报道认为 虽然普京因为俄军未能在乌克兰实现实质性目标 而面临越来越多的不满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下台的迹象 此外 泽伦斯基还开出了五个启动和谈的条件 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报网站11月8日报道 泽伦斯基列出了可能开展谈判的五个条件 第一个是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第二个是尊重联合国宪章 第三个是赔偿冲突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四个是惩罚所有战犯 第五个是保证莫斯科不会再次逮武开战 泽伦斯基强调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条件 那俄罗斯对和谈是怎么表态的呢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明了 莫斯科对如启动和谈提出的条件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称 拉夫罗夫10月30日在接受 俄罗斯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 克里姆林宫随时准备听取我们西方同僚的意见 如果他们再次要求组织对话的话 但他补充说西方需要充分考虑 俄罗斯联邦的利益和安全 并向我们提供一些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切实办法 但是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是怎么说的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会谈不设前提条件 唯一条件是基辅的善意 俄罗斯始终对于乌克兰的谈判持开放态度 谈判被打断不是莫斯科的错 我们再看看这个意大利共和国报 它的报道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恢复对赫尔松的控制权后 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会恢复谈判 这场战斗具有战略和外交意义 据该报报道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 正在就此类谈判的可能性进行秘密磋商 同样的想法也传达给了乌克兰单局 犹如赫尔松的解放将永远改变冲突的方向 乌克兰将能够从强势而非弱势的立场 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数月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与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莎科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该报原因来自美国政府的匿名消息来源 报道称美俄双方就不允许使用核武器 避免冲突升级和扩大的方法 以及保持沟通渠道参通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 沙利文希望与俄罗斯进行对话的想法 并未得到大多数美国政客的支持 当地时间11月8日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俄方没有同美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 好了这个就是世界主要国家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和谈的一些看法 据媒体报道 据媒体报道 美国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 还说这并不是把乌克兰真正的推到谈报桌前 而是要占据这个愿意谈判的这个道德制高点 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这个说法某种程度上非常合理 就是说虽然乌克兰是被俄罗斯侵略 但是呢和谈这个是不能放弃的 任何战争啊最后可能都是要和谈 无非就是谈判条件 最后都是谈判结束嘛 那你说不谈 那你能不能把俄罗斯人全杀光 就是把俄罗斯打败了 那最终还是要谈呢 俄罗斯无条件投降 就像日本一样的 无条件投降 不就这意思吗 最后还得去签一个协议嘛 所以说谈判肯定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手段 所以说乌克兰如果说自己不谈判 那这个你就处在这个道德的下风啊 但实际上呢 乌克兰虽然很强硬 他并没有说他不谈判呢 乌克兰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他不谈判 他只是说他不愿意跟普京谈判 泽洛斯基还签署了一个法令呢 乌克兰不跟普京和谈 这就是他的条件呢 他不是不和谈呢 他要跟俄罗斯的另外一个领导人和谈 你俄罗斯啊换个领导人咱们再谈 这也是条件呢 只如你设置的这个条件能不能达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 就是有些条件不能太激进呢 但是对乌克兰来说 他只有设置这样的条件 才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 因为普京现在站着四个州啊 他又没有撤兵 是他在侵略啊 如果在现状的情况下去谈判 对乌克兰是极其不利的 也不公平 所以说啊 这个时候强迫逼迫乌克兰跟俄罗斯谈判 这都是绥靖主义啊 有人说啊 乌克兰把哈尔松城打下了 我觉得乌克兰提的这个五点条件 没有任何毛病 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提出来的和谈条件 非常合理 如果乌克兰的这五个条件得不到满足 那就是俄罗斯赢了 那实际上就是纵容侵略啊 他这五个条件 第一个恢复原来的边界 第二个就是要赔偿 第三个就是严惩战争犯 第四个就是你要承诺以后永不再犯 第五个是尊重联合国的宪战 你说他哪一条过分 哪一条都不过分呢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乌克兰的这个五个主张 得不到满足的话 那普京他下一次还可以侵略啊 反正把你打完了之后 打不赢 那我就撤军呗 和谈呗 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又不用赔偿 我又不用下台 我又不用受到惩罚 我只是把部队撤回来就行了 你看我还多占了领土 把四个州全部给你占下了 我们和谈吗 那我管你两个州 还再占两个州 和谈吗 不就这样吗 现状的基础上 克里米尔克尼不给你了 然后我再把这个赫尔松州 扎布罗热州还给你 然后顿列斯克 罗干斯克 他就合并了 这就是俄罗斯的算盘了 然后普京本人也得不到惩罚 俄罗斯也不用赔偿 你战场上没有打明白 你在谈谤中说 让普京赔四万亿 怎么可能呢 普京能赔你几颗原子弹 普京如果得不到惩罚 俄罗斯如果不需要赔偿 那这个所谓的和谈 都只是暂时的 所谓的和平协议 只能保一时的和平 要不然三五年 俄罗斯会继续侵略乌克兰 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是一项没有风险的 军事行动 打不过我就撤 打得过我就抢下地盘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欧洲 荣无宁日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也会纵容别的国家 发动战争 因为挑起战争的人 他不用受惩罚 发动战争的国家 也不需要受惩罚的 所以说 可以呼吁和平谈判 但是不能强迫 乌克兰去谈判 实际上我倒认为 现在为什么突然宣传这个和谈 好像是刮和谈的风 某种程度上 也是为了麻痹俄罗斯 安抚俄罗斯 让俄罗斯忘掉核武器 让普京 不要老盘那个核按钮 打一打 弹一弹 弹一弹 打一打 这个战争 可能要持久 打个两三年 一直到俄罗斯筋疲力尽 流干最后一滴血 这个俄罗斯内部瓦解 要不就是俄罗斯人受不了 把普京推翻了 大概率是朝这个路去走 如果这个时候和谈 这要成功 那就说明绥靖主义 站了上风 那这个和平 绝对是战时的 要不了三五年 这个普京 把克里米亚占下之后 武东地区 不也搞了一个什么协议吗 这个协议管几年呢 普京自己在幕后策划 幕后指挥 还嫌不过瘾 亲自下场侵略乌克兰 不就是绥靖主义 纵容了普京吗 助长了普京的这种气焰呢 所以俄罗斯这一次 必须要得到严惩 否则那都是 北约 美国 乌克兰的失败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